好 明杰我們剛剛給觀眾朋友看的是 拜登今天在視訊的公開談話當中 提及維持印太的自由跟航行權 那同一時間 G2連3美國對台灣政策的調整 也影響了蔡英文總統 對外的這一個政策跟論述的調整 對 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 接受CNN專訪的時候 其實直接公開就談到說 這個他對美國會協防台灣有信心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也證實說美軍有駐台 或者來台協訓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被CNN說可能是台美之間 1979年之後首度公開 美軍在台的一個所謂總統 那為什麼會公開這樣說 我認為除了剛剛談到說 美台之間絕對有事前的一定共識跟溝通之外 我認為蔡英文總統 其實也在順勢而為跟順水推舟 因為我們看到基本上來講 蔡總統這樣的談話 我認為不是說我們依靠美國就好 當然他也談到說台灣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防衛能力 那台灣加大自己的軍事上的防衛能力 當然某個程度也是可以對這一個北京或者習近平可能對台武力 這個入侵也會有一定的嚇阻 但是如果可以運用所謂的國際情勢 那我覺得基本上對台灣安全最高的戰略目標 其實當然台灣不希望跟中國爆發所謂的軍事衝突 這才是這個首要目標 也就是說要能夠避免或遏止習近平這個對台動武 要讓他認為說這個武力攻台可能會有高度的一個失敗風險 所以這兩個戰略上的考量最好的方法 當然我剛剛強調 基本面是台灣自己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但是如果有一個國際情勢跟外部的制約 對北京來講應該會有更多的一個惡阻的效果 會演變成說不是只有台灣單獨一個國家在對抗中國 而是整個包含美國日本在內的整個民主同盟共同在對抗中國 讓中國認為說這的確如果今天對台動手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甚至有更多的變數是他難以掌握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說蔡總統也在順這個事 所以說這個事原本應該是這個從先前川普政府到現在拜登政府 一路下來的整一個以中國為首為假想敵的一個戰略目標 那台灣就是順著這個事順勢而為 所以蔡英文總統等於也不會言為什麼去證實 那當然事前我想私底下的溝通絕對是有的 那等於說是美國拜登總統先拋出 然後台灣就是這個接了這個球 然後在這個讓北京清楚了解這個戰略訊息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那至於美軍到底是駐台還是來台協訓 當然今天台灣的國防部長邱國正在地反而被問到這個事情 那對於所謂的駐台這個進駐是什麼樣的意味 那當然可能他的解讀認為說 如果真的美軍駐台會像譬如說駐日美軍有所謂的基地這樣的 他認為說這個從過去其實早期已經有非常多類似 這種來台協訓的這樣的一個交流的計畫 那並不是真正的進駐 不過我覺得這文字上倒沒有太大的差異 主要是說美軍是不是實質上這個 對台灣的相關的訓練或戰備有提供協助 這個部分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他也被問到說東沙有沒有可能 中國有奪取了相關的企圖跟計畫 那當然這個邱國正強調說 台灣的這個防衛特別是2018年之後 針對東沙的部分就不斷的強 這個提升相關的一個兵力部署 跟這個情報兼爭的一個能力 那對於這個當然有所謂的這個應援的計畫 那當然雖然沒有多談 不過因為這一個美國的智庫提出說 是不是美台之間應該共同要有一個 這個毒蛙的戰略 那嚇阻中國 這一個不會去這個企圖要拿東沙這個動作 不過我覺得這一個部分其實我們認為 就我的觀察從去年開始 基本上來說 當然我們看到共機持續在台灣的西南空域 這個騷擾的部分 它的航路基本上飛的 離東沙的確是非常接近 所以先請問當然 國際很多的媒體在觀察說 有沒有可能中國其實現在 先要以拿下東沙為目標 不過這樣的一個動作 美國智庫擔憂說 美台之間是不是沒有應變的一個計畫 基本上其實我的觀察 我認為台灣跟美國 各自都有應變計畫 只是差沒有聯合的應變計畫 因為美軍的動作 其實我們從去年觀察 發現只要有共機 在台灣西南空域出現 其實美國的軍機 也頻繁在這個地方出沒 包含像這個RCE35 WRCE35S這種電針機 或者是EP31 甚至P8A的反潛機 還動用了非常多 包含MQ4C或者RQ4的無人機 通通在這一個 東沙附近的空域 也在這裡進行相關的一個戰場經營 所以我認為 美軍早就有相關的防衛計畫 只是那樣的防衛計畫 可能還沒有跟台灣有所溝通 或者建立一套共同聯合防禦的計畫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 這個美國智庫 提出毒蛙戰略有值得參考的部分 那當然像這幾天還發現說 美國的情報船 在這前兩天還在出沒在這個 東沙 東南海域 有這個地方在進行所謂的偵查 那有一艘Merry Sears 其實他已經在南海這個區域 大概超過半年 那當然這樣的情報船 或者是先前還有勝利級的 這個水下探測船 這些當然都在相關 這個南海或者是巴士海峽附近 在進行水下的探測 或這個地圖的測繪 那這些目的 當然也都是有利於未來美國海軍 不管水面艦或甚至潛艦 在這個地區活動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目的 另外還有包含像 談到說這個美軍 是不是有特種部隊駐台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如果時間再往前 拉一兩年看 當時就有美軍 這個駐沖繩的第一作戰營 他其實搭乘MCE-130J 這樣特種作戰機 其實都已經穿越過台海 而且表面上名義是 到菲律賓去進行演訓 而他的航路其實就是 行進東沙附近的空域 所以這些動作 我認為美國軍方 內部應該早就有預制的 一個應變方案跟計畫 那接下來是主要 如何跟台灣的應變計畫 能夠共同連接起來 讓北京清楚認知 如果今天你對東沙 這一個有任何的 武力進方的動作 當然可能美台 就會有共同的反應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嚇阻戰略 另外我們看到針對台灣本島 當然解放軍動作還是非常多 這兩天解放軍報又報導說 有出動的包含像運20 運輸機配合運9 再進行所謂的這個空中 可能敵後滲透 那當然他以我判斷內容 從內容來講 他飛行了兩個多小時 那在這個惡劣天后下 有閃兵來空降 這個動作的確有可能是 針對台灣本島 那過去其實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台灣的漢光演習 其實已經非常多 進行在這種反空間 或反特攻的一個演習 都有相關的因應 那整體可以看得出來 解放軍的確動作非常的多 除了剛剛從高空滲透之外 還有包含前兩天 他這個罕見首度出動 5直10的攻擊直升機 配合米17的運輸機 這些都可能有低空 要這個從海上來滲透 不管是對東沙 或對台灣形成威脅 那配合先前不斷的 釋出那麼多的影片 兩棲奪島登陸 不管075的兩棲突擊艦 071甚至726A的氣墊船 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全面的在做相關的準備 那這個準備 如何有沒有可能啟動 這當然是要看習近平 他的一個政治的企圖跟野心 有沒有可能遭到國際的遏制 那當然這些相關準備 所以國防部的報告 今天在立法案也特別強調說 短期內的確 兩岸的情勢是非常難以和緩 而且解放軍相關的動作 應該也會持續來進行 那主要背後的目的 的確就是要以戰逼合以武觸統